英才学院是由具有30多年教育管理理和科研经验的赵正佳先生 于2004年创办 是集魁省中小学课程补习中考辅导 中文综艺课程 神派成人培训课程 同时办理留学中介 接受游学创办英才学生公寓等多项教育培训 于一身的值得信赖的正规性综合性办学机构 教学成果在蒙特利尔首区一指有口皆碑 赵正佳校长浅心教育事业 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移民子女教育随笔 做了几百场教育讲座 荣获加拿大150周年建国勋装 成为加拿大梦的实现者 201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给做了专题报道 赵校长还受到了中国三任总理亲切接见和宴请 英才学院设有圣老人的办公室 和圣老人门城的校区 以及南人的校区 右方是网站的一个二维码 然后下面是赵校长的二维码 大家如果需要跟赵校长有那个单独交流的话 可以先截一下评 好吗 拍个照 刚才也介绍介绍一些那个校长的一些情况 这边我再大概介绍一下 83年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 赵校长一直在中国科学员工作 在科研教育 教学和管理方面 陈吉斐然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 其英文专业著作被哈佛大学读书馆收藏 融合中国科学科技进步特等奖 中科院高级指称 96年北京青年科技教育奖是家 选为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中国科学医院等所属的 六个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委员 97年赵校长以中科院在职博士身份移民加拿大 2004年创办英才学院 赵先生潜心专研教育 撰写了几十万字移民子女文章 为华人在新的家园 生根立足出谋划策 教校长创办的英才学院 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 每年数千名青少年和成人学生 遍布魁北克各社区各民族 鉴于教校长长期以来 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 巨大贡献 2017年被授予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荣誉勋章 冬年荣获魁北克法语推广 特殊贡献奖 2019年应邀在蒙特利尔市政府的 经书Golden Book上 容易签名 居家20年来 赵校长博王初心 积极奋献华人社区 促进家中友谊 受到中国三任主席 总理朱镕基先生 温家宝先生和李克强总理的 亲切接见和宴请 并迎送绑架的胡锦涛主席 这里有几张照片 这个就是获得150周年 加拿大150周年 那个荣誉勋章的 那个直拍的照片 这个是在那个 Mantellia的那个经书上签字 Golden Book上签名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就是历年以来的 这个法语节的那个 法语推广奖 获得的奖状 这个就是 那个刻有这个 赵真家校长名字的勋章 这个是150周年 荣誉勋章 是颁发给建国以来 为家国做出特别贡献的 这些人物 百年来加拿大仅有一千人获辞荣 赵真家先生是 魁北克全省唯一的华人获奖者 勋章样板存放在加拿大国会 以此名记获奖者 对家国所做的贡献 永远载入家国史册 中央电视台 也在那个第四频道 2017年12月15日 专题报道了这个 鼓舞人心的消息 好的那这个 对那个英才学院的和 赵校长的简单的介绍 就到这里 接下去那个 就那个赵校长给大家做 做做做讲座 如果在会当中 家长有问题的话 可以写在chat里面 我等会把那个 发一条消息在那个chat里面 大家可以写上那个 学校的孩子 想报考的 哪个学校啊 家住在哪里啊 有什么考虑啊 然后写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会结束后 那个赵校长 可以和大家在 然后注意回答 好吧 因为有些可能问题 也是比较 相同的 就是有统一性 所以我们到时候统一回答 好的好谢谢 那就给那个 那个有一个Walter先生 你看到chat里看一下 他一直听不到 Walter先生 那说一说嘛 你能跟他指导一下 好那个 我就开始准备讲座了 因为谢谢大家能够 在那么繁忙的时间 抽出时间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利用时间来一块 这个听一下讲 就是我们交流一下吧 那么 今天呢我想就是说 这样这样的一个安排 首先呢 我想就是 就是先我把我这个 按照我这个准备的这个 现在能看到吗 那个slide 可以看到 好 我按照我的这个准备的材料呢 给大家做一个表述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接下来呢 就是回答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 这个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 你们在chat里头放一下 这样我们就合并一下 有些题目 然后最后呢 就是第三个议程呢 就是 有需要的家长呢 你把孩子的写一下 名字 然后呢 你大概你住在哪个区域 因为比如说 你住在西岛 我跟你介绍南岸的学校 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你已经是不是有些什么想法 然后呢通过 现在不着急 等我这个讲座以后呢 你可能有些想法就已经改变了 大概写一下以后 然后一个 一个孩子争取能给个两分钟时间 或者是 简单的跟你们沟通一下 所以说 我提一些建议 然后对你们做最后决定 我的建议呢 是会建立在 我这个几百个中考生的这个 呃 就是现在在有记录的 他们在夏天 模考的成绩的基础上 我会把它调出来 呃 大家分析 就是给你呃 看一下 然后呢 我我也在把 根据他的情况呢 分析一下 然后提一些建议 好不好 呃 大概是这样 那么那个Vot你看 能不能给他解决掉 那个谁 秀老师 呃 大家如果有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就直接发给我 你发 你发 message 他能看到的 呃 我发在chat里头 他能看到 因为我看不到他发的chat 你是host呀 你应该能看到 我看不到 因为他可能是直接发给你的 呃 那个大家可以直接那个 那个是 如果有技术问题 呃 呃 我来跟他说一下 呃 你们就是如果没有声音的话 可以点一下那个 你连接的时候 有一个让你就是 你现在你说话 他可以不见的还是没用啊 我还 呃 我来让他让他给你发 Vot6 Vot6 OK 呃 我来给他发 message Vot6是吧 对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 这是南岸下龄 这是我们前两年的这个 三岸下龄的一些下龄的情况 然后今天呢会讲一下 魁省的教育制度和指你怎么做教育规划 我一般的现在像留学生 我都是给他们做五到十年的规划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你埋头看 呃 拉车 但是你不抬头看路 那有时候你拉的方向错 方向反了 这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你要做好规划 然后你一步步去实施 这个我们搞研究的人 一般都是有 你像中国 中国的九五规划 我就参与 中国的这个 中国科学院的这个 科研的这个 方针的这个 九五规划 我是参与制定的 这个 所以一般都有规划 然后再进一步做计划 然后去做落实 所以一般最好是做一个规划 然后 我们稍微谈一下 因为现在比较能够让大家参考的就是中学排名榜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各个中学的情况 然后学校的 一些学校的情况 我们应该叫多少钱 中考有些什么特点 怎么选择最合适的学校 然后学生参考的学校介绍 我就现在因为大家都很多了 主要的参考内容 我今天选择了几个学校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呢 我会加一个就是 夏宁中考学生的整个的信息统计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心里有数 我的孩子在英才 因为英才这个学生的基本上占到了 可以说cover了很多吧 就是比较全面吧 你从拉巴尔西岛 蒙城南岸 包括山河 Québec Gartino 这些地方我们都有学生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cover面是比较广的 那么这些学生 表现的实力 基本上就是中考的实力了 也就是说你的学生 现在在英才是一个 比较靠前的学生 那你中考也就问题不大 在英才比较中等的话 那你就得要稍微再加把油 在英才还在中下的话呢 那加油再加多一点 所以呢 我现在想象就是这样 那个 这是今天 那么所以今天的这个 这个是好像是我的微信 还是学校的网站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 这是秋季的 对 这是秋季的 刚才那个是春季的 因为春季呢 会讲更多的这个 怎么就是 做好 就是 对 好 那么 那么 人多 那么就是 亏北课来说呢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孩子住在五年级了 然后到秋季就是六年级了 然后就进入中学 注意了 这里一二三年级开始就出现 就是要分流一部分学生了 不要认为说跟我一起一定无关 都是林家孩子 不一定 也要可能有一天就是你家的孩子 我的学生当中就有一些到三四五年 但是总理来说极少 因为毕竟有补习了嘛 所以我前两天还很欣慰的说 英才再一段这么说 当然还有一些兄弟学校 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努力 孩子自己努力 他们都都完成很好的学业 能够走向社会走得比较顺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但是也有少数学生就在中途就给开除了 我就得想办法给他们再拉回去 我拉了不少学生 尽量让他们能走到学业上去 而不是走到街道上去 那就以后成问题了 变成那个Gang Street StreetGang那就有点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高等教育 那所以呢现在呢 我们看哈 就是小学教育呢 就四五年级的成绩单很重要 我今天大概统计一下 差不多一半学校呢 是只看成绩单了 现在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学校 像Pensel, Salona, Marie, Regina Nordedame 他们只看成绩 也就四年级五年级成绩 以前五年级 现在四年级也是基本都要看了 因为他要看一个长线 看个学生的这个变化情况 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半 作为学校呢 要比较顶尖的 大家喜欢的Berbuff, Janard 还是坚持考试 大概有四三四个是要考的 四三四个是不考的 那么到了中学呢 现在我昨天打了一个电话 我一个学生 现在也面临的要上四年级了 就是十年级,十一年级 中学的四年级五年级也很重要 因为大学收学生是不考试的 看大学一科 大学一科不考试 看中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成绩 所以你这个成绩就会显得非常重要 你向上好的高等教育 你像有个学生现在分到了 数学被分到了CST 也就是文科的 那他要Boot Bridge到SN的话 或者是TS的话 那他就只能选文科的了 而文科往往是我们华人的孩子的一个弱项 也不是所有人 但是有些学生的弱项 首先语言不是那么好 第二个 我们总体来说比较内向 像我那个学生就是 我就建议他尽量往上走 但是他因为身体上有些问题 那我说实在不行 他以后走文我来再给他想办法 选一些文的方向 但是呢能走到里 那就是他现在需要Bridge 也就是说这个魁省有一个体制 就是说你的数学被分到文科的话 CST的话 你可以参加Bridge 一般是夏天 然后考试过的话 他就让你到五年级的时候 就能进到这个SN 或者是或者就是五年级 五年级 然后你就可以准备进入理科了 好 那开放日呢 现在陆陆徐应该在九月 中下旬比较密集一些 现在陆陆徐现在因为好像往上开放 所以有些就比较方便 Yard和International 但International今年也取消了 那个就是五月的第一个周末 报考呢一般八九月份 但是有几个早鸟 就待会我会讲到他们提前报名了 然后呢 这个大多数现在都在八九月份才报名 然后呢一般都在考试前的一周 或者三天截止 但是南岸的江达德玛丽丝个例外 他必须是五年级刚开学的时候就要报名 否则的话你的priority就降低了 他是抽签的 然后呢 深中学考试集中在六月刚开学的九十月份 我们今年从九月十号到九月十七号 十月一号 十月 十月份到十月下旬还是有学校录录续续的 有学校要考试 免试录取现在其实就很多学校了 刚才说了有十三四个 但是呢有提前录取的 2016年开始 Rigina Sacroman Slavat Nortem de Lod 南岸的 然后18年 Pengselsternam Maria 他们都开始提前录取了 那么其他学校呢 那现在Rigina的就是提前录取以后啊 包括Pengselsternam Maria 我就不考试了 后面我还有人继续报的 我再塞塞够了 我就行了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考试内容主要是法语数学 Logic 然后常识 几乎就剩下南岸的这个 McMustvian的国际中学 可能还要考 但今年还考不考就不知道了 很多学校都放弃了 英语还有几所学校 但是它不作为考试 录取不录取的语句 而是作为它以后考 录取你以后的一个分班的一个语句 那中学 为什么我们对中考那么重视呢 中考因为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它中学阶段正好是teenage teenage是人生一个极其 一个就是变化多端的一个阶段 他走正了 可能就是一个好孩子 走坏了 可能说到极端的话 可能就是个枭雄 走正了 可能就是个英雄 所以因为这个阶段 所以出于逆反期 有时候你家长的影响力 就会很弱 谁来影响他周围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中学阶段的朋友的友谊 他既有终身性 所以呢 中学能够选择一个孩子 能够有一个好的地方好好读书 是一个概念 但另外一个概念呢 就是他能够有一批 可能是影响他的人生观 和成为他终身朋友的 也许还可能终身男女朋友的 这么一个一群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对这个中学呢 比较重视 我的学生当中 有不少中学同学 当然也有世界 或者大学同学就在一起的 因为我 不少以前老 以前的学生跟我 还是有些联系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排名榜 排名榜呢 有若干点 我这里杠掉的呢 说明就是没做排名榜的 但是呢 像去年也没做 但是这个排名榜 因为争议很大 所以有些年没做 但是呢 有些年年份呢 也是我不太喜欢 就是说这个排名呢 就有点太参差 太 就是有点不太符合 相对的实际 但是因为考学生考试 他这一年正好就有参差 这个师范 那个石头还 牙齿咬了舌头 还有可能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 比较老 那当然2010年已经老了 10要12年了 15年的也还是不错 18年的排名也是比较 比较比较 就是在我认为是比较符合 实际情况的 那因为排名很 就是有很大争议 所以教育界对这个 多病很多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在 特别是移民 没有很好的 其他的雨季的情况下 那他还是有相当的参考意义的 特别是我们移民 我们没有那么多 就是现在 现在大家都好了 而现在都是第二第三个孩子了 都了解了很多 你像以前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真的两眼一麻黑 那真的像我们 真是帮了很多很多孩子和家长 他们不了解信息 那现在就好很多 但是呢 这个排名版还是有意义的 那么我这里下一个部分就讲 怎么和孩子选择适合的学校 这个要是和孩子 而不是说怎么给孩子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因为他刮碰下以五年 是他要去走的 你别待会儿 什么都大包大揽了 最后弄得孩子不舒服 我有个学生就跟说 今天学校发作业了 这个project你去做吧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学校 你非得让我去 作业来了 你去做吧 不做 待会儿扣分 是你的事 哥们儿 你看这怎么弄 这就是我学生 跟他家长说的一个实际例子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确实是 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 因为他们已经 假如没有概念 那我们只能帮他 但是假如是有概念的话 我们还是要学会尊重孩子 跟孩子做朋友 而不是一定是我们家长制 那这些年呢 现在你看相当一部分从学 就是新的中考特点 就是选择成绩单录取学生 不考试了 所以今年差不多有一半左右 看四年级 五年级成绩单就够了 但这样呢 对欢迎班的学生 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不好的 但是现在也有一半左右 还是要考试的 特别是最顶尖的一些学校 还是考试的也 就是像 普尔伯夫江二的 还是考试的 各个学校呢 其实总体来说 还是想争那个优质生源 但是在起考试 因为确实也很复杂 所以他们有些人偷拿了 也就成绩单 成绩单其实是更有 更有随机性 因为各个学校成绩单 给的高分 给的低分 这东西很难说 所以你就比较盲目性 考试还是有一定的 像普尔伯夫 他就坚持说 我要考试 我考试的话 我能选出我要的学生 特别是智商啊 等等这些 我能全面的判断 当然同时 他也对成绩单 也很重视 另外呢 现在就是说 有几个 就是刚才说到了 早早先提前录取的 另外呢 就是 这个费用稍微又增加了 前两年4000左右 现在已经差不多 抬到4500了 不过总体来说 还是很便宜 4500乘5的话 也就2万多块钱 说实话 这个上一个私校 你英语的话 省份差不多要 三个私校 差不多2万多加币 而我们这儿 也就是2万多人民币 所以上私校 其实不要太 太拒绝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因为2万人民币 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 有些私校的系统 当然也有 跟功效 最顶尖的一些功效比来说 有些功效也很好 但是有些 私校也不错 当然有些私校 可能会有些 潘比亚等等 这些 但是这个很难说到哪 其实就是说 你心定了 那你在哪都 读所谓 但是你要去 你成绩不好 那你就要 就可能更多的去注重 我穿的比别人好 我鞋子更漂亮 我的裙子更美 但是你学习更好的话 你想想 我成绩单 我奖状 我拿了多了一个 这可能就是看你自己的 还是看你自己程度吧 选择学校的原则 第一 本身的实力 这个待会儿就是说 我要跟家长推荐学校的话 我就是会有一个 2020 Summer Camp G5 Report 当然我们现在是有三个 我们二人都一起了 就是 森浪河下岭 南岸下岭 和网上下岭 摸取到一起 所有同学 把他这个成绩都放到一起了 那么 然后你要考虑一下 学校的特色和校风 因为比如说 有些学校 我喜欢体育的 那我看是不是 有时候会找学校 有体育比较好的学校 那还有些学校呢 当然各个学校呢 都有 有好 有弱的方面 特色也是有 各有特色 总体来说 中学就是中学 不要认为说 中学 差异无穷大 不太可能 因为他是按照中学的教师大纲来走 但是呢 经过多少年的经营以后呢 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一定的 他自己的校风 这是可以说有不同的 但是学学的基本内容 比如说法语数学这些 有一些 有一些程度的高低 但是没有差度很大 那然后学生自己的喜好和特长 因为最好有两个小朋友一起去的 这些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讲究的 然后不要离家太远吧 我们早年南岸到Berbuff 印裁的学生走一个小时 某三层也是能走的 这些现在都20多岁的学生了 快30了 但现在的学生 基本上就是考上了Berbuff 他们从南岸 他们就属性在这买房子 或者租房子 不再是就是做公共汽车的目的 还有经济实力 这现在不是什么问题 不差钱 呃费用的话呢 就是现在学费 私校就多了一个4500 其他基本差不多 你比如说书本费 现在iPad也就一样了 校服也差不多 大通系交通 公校私校都有 那么那个餐费也差不了多少 活动费一般的小活动费也差不了多少 远程旅游 那反正你参加的也都都有 都差不了多少 好 那么 像江尔的去年的学费 注册费200 那个学费4500 你看现在都涨成4500了 然后一般4000左右 也就这一年到两年涨出来了 然后哈马拉当其他这样那样的费用 所以呢 这个其他的一些音乐专项费啊 这些就没有了 那个买校服你单独的 然后2008年一个数据 这个也就十多年前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选着学校 为什么要选 有当刚才讲到了孩子的朋友圈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学校的排名 其实是跟他家庭收入 跟学生的毕业率是很有很有关联的 或者说成正比的 你看Royal Best现在已经排到20名左右了 那个时候是四十五十名 他的家庭收入是9万 在2008年 但是你想Jampolin 在33000 但是毕业率他百分之百 他百分之三十 那么审考成绩呢 这个都是在85 左右 这个呢 三四十分 三五十分 所以呢 选的学校也是 也是可以考虑这个因素 就是说 他排名呢 其实有些还是跟那个有关系的 跟这个 跟这个 就是家庭背景啊 家庭的收入 当然就说明了家庭背景啊 这些有关 然后他的毕业率 他的成绩都有关系 所以 大家参考一下 同大家参考 国际课程 国际课程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比较热捧 就是去天马 探河和蒙范亚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国际中学 本区的人呢 可以免四路去 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 之中条件 当时要这个 成立国际中学的时候呢 本地人不同意 最后呢 呃 就是中一下 说那本地的人 因为为什么不同意 他说那里面一旦搞到国际中学 我的孩子到反而送到 一个小时之外的地方去读书 啊 然后别的地方的孩子 跑到我们这个区来上学 那不好 所以这样的话 他不让搞国际中学 最后说那好吧 那你本地学生就不用考试了 所以这样的话 那边去了无穷多的学生 最后连欢迎班都要 必须送到西岛去上 然后人满为患 像森克莱曼小学 现在是满的 就两个孩子一块落起来 可能还可以 所以现在的问题 据说现在新建一个 在天马稍微北侧一点 新建一个学校 才能解决一些欢迎班的问题 解决一些学生超量的问题 那么另外选校 就是混校 还是男性学校 还是女性学校 这里头 就是一个 人间人自见自的问题吧 现在女校还有几个 像 这两个本身是一个教育集团的 那么布尔布夫现在 已经有男生部 也有女生部了 从2014年开始 然后女校 就以前混校很多改了 包括2016年 也改掉 有点区别 但不是很大 你喜欢就行 孩子喜欢就行 你女校呢 现在IB项目呢 现在取消了 IB项目去年正式开始取消 因为他 他那个 现在就改成一个叫Felix项目 Felix项目 现在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双胞胎学生 他们已经进入这个项目 怎么弄 怎么说呢 就主科学习之外 复科时间 你可以按照你的 他们俩是打网球的 从小就打 所以呢 就是说你们还可以去继续打网球 然后我这边呢 还能够算你们的 就是学分 什么的 还可以帮你们算 因为我们的 他们的体育课什么东西 全部转给他们 转给他的这个爱好的方向 所以另外呢 像我有学生呢 有舞蹈和音乐很少 但是我也有 有个男孩 进入他们的音乐 他一般一年 这样舞蹈班 就找十几个学生 音乐班 找十几个学生 然后呢 那个呢 就可以找女 男生也可以 因为他是女校 但是呢 舞蹈和音乐呢 可以是专项的 可以招男生 也可以当女生为主 但也可以招男生 菲律克斯校 应该还是女生的 不应该有男生 我估计是 对 他们2023年开始 就要停止那个IB了 然后他们其实 1995年就开始用了 当江本尔布夫中学 现在也取消 他是2011年还是哪年 开始中学 他们CJP一直有 有那个IB的 就江本尔布夫 但中学呢 2011年左右 开始以后呢 现在到 现在也要停止了 他们觉得 可能意义不大吧 中考的特地 常识刚才讲了 可能现在就是 那个 那个 国际中学要考 其他的基本 慢慢都取消了 本来就没几个学生 要考 而靠听写的 现在 这些可能还要考 听写其实还是 考学生的语法 因为不同的时态 他读音是一样的 你怎么样能够 变分出来 考英语的学校 现在也放弃了很多 但还有一些学校 还要继续考一下 但是呢 大多数学校就改到 这个次年的 这个三四月份春季 来做英文的分班考试 那个时候他就 指示录取的学生 通知你参加考就行了 所以我们在 十月份就会给他们 开英文班 也是让他们在 争取能够进到 高一个级别的英文班 为五年以后 进入英语高的教育 做准备 斯利中学有国际班的 现在说了 Pengstam Selman Hebberberv要取消了 西道的夏勒曼有 南岸的Dontham Delors有 Villemaria有 然后不多了 另外这里稍微讲一下 西道圣路易 圣路易中学 你考了以后 万一圣路易没考好 但是你就可以 给授权给 像这张表 你们到森路易去考试的时候 他会发一张表给你 发一张纸给你 如果我森路易 不能录取的话 你们愿意授权我 因为他没有权利给你 替你做主 授权我给到Dessauce 或者是Felix Leclerc 像Pengstam那一个中学 或者是St. George 或者是John Van Tua 那你这个可以给他们 转过去 你必须授权他们 这样的话呢 他们这些学校 都有国际班 或者是 就是尖子班 就可以免试录取了 只要他成绩确实还算 圣路易不录取 但是呢 又是比较不错的 那他们就可以免试录取到这些班去 然后有机会 你再插班考圣路易 这些都是可能的 所以西岛的 考圣路易的家长 要留心这一点 录取标准 我稍微提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国际中学 他发育数学都要85分以上 但现在是不是 疫情之后 是不是稍微变化 你比如说像 布尔伯夫 疫情期间也是 文明要90分以上 法语数学 那不行的话 资格都没有 那么现在呢 考试录取一半是成绩单 也要看你的班级平均分 然后就是考试的话 有学校还继续考试的 就看考试成绩 那有些需要是interview 有些需要是看video 像南岸的德国序 那么抽签 南岸的江达拉曼内 多少年来都是抽签的 然后他的这个南岸 蒙城的国际中学 从19年开始也开始抽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到85分以上 成绩单和考试都构分的话 然后我就算 全部算是后补录取了 然后我这些学生能不能抽签 抽上的正式录取 抽不上 拜拜 那么像Nordedham 他要求法语数学 英语 科学 历史 都75分以上的话 基本就 就就能够考试 或者就是说 现在就可以 有资格 呃 录取了 但是未必一定录取 在某年都是看水涨船高 讲一个细致一点的 南岸江达拉曼内 他是这样 普通班呢 他考试成绩要求有 65分以上 法语数学两科哈 加强班呢 要求85分以上 他叫暗黑日 但是他你的成绩单呢 你必须都是要70分以上 普通班 达不到他就白白了 然后考试你两个达不到85 那你就放到普通 那你就白白了 你就在waiting list 你还不能放到普通班去 假如你是在85分以上的话 那你在85分以下 那你当然可以放到普通班去 然后这个智商 也就是你的罗 他叫学习能力测试 也就智商测试 100以上普通班 120以上加强班 然后普通班30个人一个班 加强班34个人一个班 这是大概给他们 给大家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呢 拿到这种呢 就是说 这是Regina Sampta的 那就是说 叫你在这个时间之前 你得去录取了 这个时间之前 你必须去注册 不注册 你就自我放弃了 我以前有学生这样的 夫妻俩呢 可能关系也不太好 是离婚了 还怎么的 意见相左 然后由于由于 等到注册机结束以后 又想起来 还想去注册 跟我打电话 我说那你试试干嘛 但是人家 人家位置应该是没有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只能考虑别的学校 或者是明年的插班考 所以不要轻易的忘掉这个 或者是 我有这个事情 我有那个事情 人家不管你那么多 这个是考试时间 今年的 现在这个 我会发给 给大家发到 你的email里头去 这些呢 都是不用考试的 现在像蒙城的话 Pensan Salonema Hilogina Montor St. Louis Nordedown Williamson Mathering College Mohoyah Villam Mohoyah 那么 那么像 这个 西岛的 Shalomon Saint-Ann Montorail 他们不用考试 然后呢 就是 按成绩单录取 然后就是 南岸的话呢 Saint-Den-Den-Law 就会去Saint-Lampt 但是他要一个video 三分钟video 还有一个 McMassetville 国际中学 现在还没有 没有出来 但他去年 可能是 就是不考试了 这几个呢 是就是说 早 早 提前录取的 像Pensan Salonema 黑夜 5月1号之前 就可以发成绩单 让他就录取一批了 其他几个学校 也是提前录取的 这是提前录取的学校 那么这些呢 红的呢 是 今年的考试时间 但是 我这里也住了一下 因为 也许万一我们错了 你还是以学校的为准 然后 像这个呢 9月24号 因为这个 Sacrament 那个Laval 他是有 礼拜六 礼拜天都有 所以就写到这里来了 那Bububwan呢 他有interview 他不是考试 然后像 Corese Mathelin 他是interview 他就是面试 这两个都是属于 San-Lohan 稍微往偏西 San-Lohan那一带的 San-Lohan偏西一点点 然后这个颜色的 包括像南岸的 Lucent Steel Laval 国际中学 然后还有像 Laval College of Laval 都还展示 没有最后的日期 包括还有南岸的 这个McMaster 国际中学 这些信息 那个书写 你到哪儿找 我刚才看到 看了 英才的 现在已经更新到 今天的 中考信息表 我刚才找来的朋友 我已经在网站上有 网站首页上 就有一个链接 这里头专门写了 这个书写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 那我说起来很顺 对你来说 有些朋友可能不熟 那你怎么对照 你就对照 你把那个打印一下 你就一看就知道了 好 这里头呢 前两年 你像去年呢 考的就更多一些 去年跟今年情况差不多 然后前年呢 就相对来说 考的相对更多一点 然后 这个是19年 那基本都是考试的 就是说那一群之前的 所以现在情况 就变化比较大 我给大家说一说 那么 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各个学校 大概考一些什么 我这个稍微花点时间 这个呢 就是 普尔伯夫呢 在07年的 那比如说 现在还是基本上这么规模 这个逻辑题 45分钟 72道题 这个 法语呢 有听写10个记子 重复读两篇 然后15分钟 你要把几个 几个句子写出来 然后 以法呢 基本上还是这样 20分钟50道题 多少年都这样 一般的学校呢 30分钟50道题 但是他们要求 20分钟50道题 很多学生做不完 但是在英才 夏令营能够上的 比较长的学生呢 说实话 一般问题不大了 因为我们训练了很多 作文 基本上是这样 他们不考数学 肯定不考常识 但是 有一年 他们有些争议 说是 到底数学 还是存逻辑 但是因为有些 就相对有交叉嘛 但总体来说 我问了学校一下 基本还是应该 归为逻辑 但是我听说 有些学校 把它解释为 考数学了 那这问题不大 好像差不了多少 但总体来说 因为逻辑 它主要是考的 学习能力测试 数学是数学的规范 基本数学能力测试 15年 它基本还是这样 就是说 这些题目考试 如果你尤其羊丢掉了 你会怎么办 这些这样的一些题目 因为那个时候 就有男生和女生了 所以有时候作文 有时候一样 有时候不一样 等等这些 然后想 这是有一年的 一个学生 考完以后 记下来的 比如说 logic的话 其实是导题 一个小时 然后是 多项选择 这就相对好考一点 因为它有答案 给你选择 你要完全自己 做出答案了 相对就难度大一些 然后休息一下以后 然后就听写十个句子 然后做语法 五十道题 二十分钟 然后最后 是一个 有多理解 他当时也记得是 没有数学 没有常识 沙拉费的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 注意的就是 有些活动当中 那个四首弹钢琴的 他跟他姐姐 也是我学生 艾米丽费 他 他当时记忆的 发给我的 现在度也大了 现在 差不多 沙拉也应该 差不多要快进入 世界普了 当然也就应该在大学了 然后 杨尔德 杨尔德 我们早年的话 基本还是变化不大 你看 它是 杨尔德总体题目 比较简单 正因为简单 那谁都能考得好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差一分 你必须细致 那他的常常是 给你三个作文题目 让你选一个来写 他一般都是imagination 比如说 如果一个仙女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天赋 你想要哪一种 有些人说 我要消灭战争 我要消灭贫穷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 其实都是很美好的一些 理想的东西 当然也可能就只要 有志者必进城 对吧 所以孩子们有这种 好的想法 还是对的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到未来的世界去看一看 那你三十岁的时候 你现在十岁 你会变成什么样呢 二十年以后 这个题目 我曾经让我的学生们写过 他们写得很漂亮 可能在英才网站上 你们还能看得到 我以前 有些学生写的 这个类似的文章 挺漂亮的 有个学生写了 我当时我就做了 一个国际志愿者 我到非洲去做 做志愿者 然后朋友后来在上海见面 一块喝咖啡 沃尔乔雅一下 挺好的 另外还有就是 现在因为考试少了 以前呢 就是说考试多呢 常常有学校之间的考题 重复的 整套重复的不多 但是一个部分重复的 还是挺多的 15年还是这样 三个题目让你选一个 所以也是这种形式 另外像16年的 他们跟安舅的考题 有可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也是类似的题目 如果给你一个权力 或者特殊的能力 你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 这个题目在 在这个05年的时候也考过 所以他们都是类似的这种 但是他们是这样 一路理解的难度 就是还是比较长的 三页字 我稍微再发几个 今年要考的几个学校 像老爸国际中学 那他考法语的听力 然后呢 给了你听力 写了一个头以后呢 你续学这个故事 然后呢 法语阅读呢 是十五道题选择的 然后 他有时候不考医法 但某年轻化不一样 数学呢 有逻辑 但常识 以前考的一二年 后来也放弃了 录取呢 以法语成绩为主 所有曾经的分为 一二三四五个级别 分别代表学生所占 学生的前20% 40% 60% 80% 所以你看你说 你是在第三个级别 就是那你就可能 就是已经比较低了 所以到时候 他发通知识论 是会告诉你的 像Sacroman 也是拿罢的 作文 如果这个人 没有用过智能手机 给他介绍一下 怎么用 介绍一下三个性能 以法的 法语的考 以法和优多理解 数学 数学三十道题 然后logic 所以logic 各个学校 基本都要考 但数学基本 也都要考 除了 因为logic 所谓logic 其实他们就是 测孩子的智商 那么我们 把它叫成 叫成这个 它是学习能力测试 其实就是考智商 那么我们把它 叫成逻辑 所以这样的话呢 像英才的教材里头 英才的中华教材 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所以呢 我们都把这些 今天跟你说的 这些东西 我们都融到 我们的教材里头去了 然后 南罢国庆 2015年 他考的题目是 有听写 填答案的 然后一路地界 看文章写 回答问题 但是要回答问题 不是选择题 所以难度会大一些 考试成绩 数学 数学占最后的40% 法语占60% 最后上次 评价范来录取 好 总的来说 今年我们还是有 几百个学生 那我们后面统计呢 后来在2020年 我们又统计了一下 差不多 还是英才学生 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那一年 我们统计了 差不多一半左右的学生 实在太多精力 我们实在因为要 管新的一批学生 差不多的 这个录取的比例 还是很高 基本跟这个比例 差不多 总的来说 比例很高 但这里头稍微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有些人 可能怀疑说 你这个 你的英才学生 你就占到 这个Bribev的 百分之五十二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比如说 南岸学生 我们在18年 考期18个学生 17年考期 12个学生 18个学生 他很可能 也就三四个学生 四五个学生来 其他就放弃了 另外还有一些呢 就是学生家就说 我住在西岛很远 我住在拉巴尔很远 或者我住在南岸很远 但是我要看孩子的水平 到不到 我朋友的孩子 考上Bribev了 但是我觉得我孩子 我让他测一下 但是我去 我还是家里太难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考期是算了 但是你去的 其实还是有相当于不去 所以这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的 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理解 为什么 英才学生占一半 其实英才学生 能够占他们四分之一 就差不多了 我估计是 四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强一些 当然这是华人 这一块更多一些 另外英才本身 有相当多的西人 包括我们现在 在森林汉 原来差不多 西人的中考生 能达到50%左右 所以西人相当 也占了相当于大比 一部分比例 好 下面我可能更多的 要讲这个 就是夏令营的这个 磨好成绩统计表 这个我才做出来 因为第八周的 我还没放你到第七周为止 因为上周的 这周的统计材料还没出来 要到周末 到下周才能给我 那这里头这个表 你怎么去解读 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通过这个基本上 学生的这个成绩 我并到一起以后 就是放到一个 Excel里头以后呢 我做了统计 比如说 第一周 这个是week four 这是 这是 week one week one 比如说这一套题 这是第十二套 我们印裁自己的卷子 第十二套 逻辑 十七分 语法十四十分 常识四十分 为什么常识 我们还一直考呢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学生们还是要 他作为加拿大人 还是要了解一些 他自己身周围的东西 尽管以后不中考了 也当做一种爱好吧 当做一种知识性的 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所以我考了 然后还写作 米多说写作 这个所有学生当中 平均分子七点三 那么 你就看一下 总共是六十三分 六十七分 平均是五十四 你的学生得到了八十六分 在这个档里头 他占了 就占于这个分数 那么第二套考试 是数学的第十二套题 六十五分 平均分子四十五分 你的孩子 假如说是九十三分 那他就前面的 百分之二十二的 二十三的这个比例里头 当中学生当中去 然后 九十五分 当然你要就是百分子的 你要改成转换成那个 就是九十五分的话 就是九十分的话 六九五十四 差不多要五六十 就六十分左右的学生 才能到最top里头 但是这里头 就很多学生考的不及格 因为这个难度 还是有点大的 法语还好 多数学生在比较好的程度 然后下面这是一套综合性题目 我们叫FLC02 那么这里总分是两百分 各五十分四套题 总分加起来是两百分 总平均是133.7 达到90%以上的是14%左右 多数不及格 35.3 这里头很多人的法语数学 引语逻辑度还不是很好 这是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四套题 这我就不去讲了 跟这个差不多 这是第十二套 这是第四四套法语题 然后接下来 又一套综合性的题目 相对的平均分就高了 到了27 而这个是 就是说六十分以下为主 这里就变成了九十分 八十到九十为主了 然后 然后这个接下来是 有些单套题目 比如说logic一套 法语一套 数学一套 这个分数的布局 然后第二十一套题 然后这个这是 对这个是二十一套题 总共满分 这个是数学是四套 法语零四套 然后logic零一套 它的分数情况 我这个给大家统计的目的 就是说你的孩子分数在你手 在你手里头 在孩子手里头 你通过看这个 你就能知道你孩子大概什么情况 当然你今天待会要问一些情况 我这个信息都在我的Excel里头 我可以待会跟你说 不一定跟你数据说那么多 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怎么样 就是他出于什么样的水平 然后能考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呢 还有就是因为这里头有很多同学错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 早来的人看到了 而且我发email某个家长都发了 关于错题库 我连发了两个email 昨天发了一个 然后之前大概十多天前 发了一个email 一封重要的信 这里头就谈到了这个错题库问题 请大家稍微留心一下 错题库非常重要 怎么做 就是把错的题目 让孩子把题目和答案 和那个就是答案全部给抄下来 不要不管他标准答案 抄在一边 抄的好处是 他对这个出题啊 就有个概念 我们很多学生错题目 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初心 看完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就答题去了 他没有把题目弄清楚 所以你让他多抄几遍以后 他就行了 然后操好的题目 然后放一边 隔一个礼拜 隔个几天做一次 然后我们的某一个答案 某一个卷子带回去的 都有标准答案 让学生给标上去了 然后再对一下标准答案 基本上就 这个错题会一次次减少 到最后错题越来越少 这个是最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能够就是 在短期内能够把学生的成绩 就是学生的这个考试状态 能够提考一点的 考试分数能高一点的一个方式 另外呢 我想这里头呢 再讲一下就是 很多学校 包括像南岸的Dio Hoshi 他三分钟的video呢 是要问你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选MDio Hoshi 然后呢 你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候选人 你有哪些特点 其实就都包括在里头 他问的后面更细一点而已 你喜欢我们哪个profile 然后你为什么喜欢这个profile 其实都可以概括在 你为什么是一个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题目呢 我今天利用点时间 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今天 现在七点还有时间 就是 那么像 Saint Louis 然后像其他 还有去学校 也常常考这道题 以前像这个Notre Dame 英文的考试 永远是 你为什么要 夏天你干了什么 所以有时候题目 有些是都差不多的 那我们在 第四周的时候 所有学生 我们都发了 就不管你第四周 在上课 还是不是在上课 我们都发了 这个只要是英才中考生 当时我们 就当时已经在名单里头的 全部发了一个 这个作文的 这个参考文献 这个是我们 英才二十年来 优秀作文的汇集 我们是这样的 这两年没有在做 因为疫情嘛 疫情前呢 我们就说 一旦碰见 类似同样的题目 更好的作文 我们就淘汰前面一篇 然后在这个 放上最好的一篇 所以经过多年的累计出来 然后呢 我又请了一两个老师呢 又把它相对做了修改 所以呢 这个原来我想 原汁原味给学生 但后来我想 孩子判断能力还比较弱 所以呢 这个最新版本呢 其实都是由老师做的 在学生们原来的基础上 当然主要是框架不改 主要是依法 这些明显的错误 给改得出来 所以这样呢 就是很有参考价值 那么这里头有好几篇 你想不就说 为什么要考Berbuff 为什么要考Gina 为什么要考Gang2 这些都有 为什么要考Gang2 等等这些 然后这两个题目怎么写 比如说 一个同学说 你为什么要考Gang2 好 我Gang2 我知道他现在 从2010年开始 他办了这个 然后后来又办了小学 大概15年左右 然后去前两年又新办了一个 拉巴尔的这个 多巴尔的这个中学分部 它是一个不断近期 不断努力的学校 这个学校有 反正这个下面的话 几乎哪个学校你都可以说 他们学校 这个学校有一流的老师 有很好的管理团体 你说哪个学校 他都这样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有一流的学生 所以这个学校 我要选这个学校 当然你可以 还可以说一些 比如说North Dam North Dam有很好的体育program 我就特别喜欢 Gang2的 有一个管宣乐队 特别有名 我就想选 Buribuff 总理的母校 然后很多名人 都是那儿毕业的 而且他的这个学习 以严谨为特色 我还是想选的 那么 其实在这个文章地下 赶快 假如说他不限制你的 他说写100字 那你就别了 比如说像 Saint Louis 他一般就说写60字 那你就只能写这么一点点 但是你说 还能让你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再写 那你就再写 就是 我为什么是个好的候选人 就等于把另外一个题目写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 很难没有机会 跟他们说一下你自己 你知道吧 老师们就看你的成绩 你知道我 作为我 你像我招员工 或者我对学生的了解 真的很为难 我们那么多信息 有时候真的就盲选 没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 你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你可能就有个更多的机会 你说 这么好的学校 我是非常向往的 因为我很喜欢学习 你看我一个整个夏天 我就参加了参加了这个中考准备班 然后呢 我又很喜欢这个teamwork 我很喜欢帮人 在夏天我帮了同学 有些同学稍微弱一点的 我就帮他们 然后呢 我很喜欢助人围络 我一到那个到商店 我看看他们有人需要帮忙的 我就帮了 在路上我也喜欢助人 我呢 这个喜欢钢琴 我弹了已经十级了 考过十级了 或者我考了八级了 我是那个足球爱好者 我足球踢的也很好 或者是我 我还有什么什么的特殊能力 反正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介绍一下 你说就我这样的人 我一定想选一个 我心目当中最好的学校 你们学校就是 这个时候其实呢 你没有离题太多 题目它是 为什么喜欢我们学校 但是呢 你给这个乐卷的老师啊 一个印象说 哦这个学生还 我以为他只是考试考的不错 这个孩子 而且对我们学校 还算了解的不错 而且还挺会说 我们学校挺会拍马屁 反正对我们学校 算是有个正确的认识吧 你要说他好话 他都认为是正确 都认为说你拍马屁 然后 你就说 他就说 嗯 这个孩子还挺会乐意住人 你看他 他说在马路上 他有一次 有个 有个 有个人捡到 就有一个人什么什么 发生了一个问题 他还真是 很不错 能够那么小 就想到要帮人 就像 这个孩子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嗯 给他录取吧 尽管他分数 可能比其他两个同学 还稍微差两份 但这孩子挺不错 你要知道 哈佛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上讲的话就是 多大的贡献 这是他们希望的 这就是哈佛对哈佛人的要求 所以我想也是 作为我们 我有时候跟学生讲 英才是培养一流 人英才的地方 也是为了社会输送更好的人才的地方 你们行为 即使这些东西都要尽量的往好的走 当然 我也不认为说你们现在要做的perfect 但是你们一旦有错 尽量的改正 要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严格的要求 这是我对我学生常常要求的 所以这个题目 他反过来讲到说 他出了一个题目是 你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候选人 那我说 不拉不拉不拉 我怎么样 我这样的人说实话 我家长也好 我本人也好 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我通过调查了很多资料 也听了很多讲座 看了网站 最后我看到你们学校很好很好 你们学校有最好的管理团队 你们学校有很好的老师 你们学校有很好的 诱选出很多的学生 然后你来说一些他学校特色的东西 别的的话什么都是放置试 而接种的东西 比如说 你们体育很好 你们的这个管理很严 而且他们某天 launch time有很多义工的机会 就launch time 你可以到饭厅里做义工去 然后你可以免费得一次午餐 然后你们这个 像这个 夏勒曼 你们有国际 夏勒曼现在都是那个IB program 你们的项目总的来说 比别的地方就是更严谨一些 那我是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首先我 我的法语数学度很好 我不怕 第二个 我到一般的学校 我很可能就没有challenge了 所以这样的学校 你这样的学校 才是我这样的 既有我这样素质的学生的 最适合的学校 你是不是又把它稍微哄了一哄啊 所以他一旦有机会的时候 给这孩子一个机会吧 这孩子还挺听懂事的 还能知道我们学校情况 他确实是不是盲目的选 不像我们有些学生说 布尔伯夫有时候不是考题 而是一个简单的问卷在考前 你为什么要选布尔伯夫 我们学生说 妈妈让我选 没错 但是他假如说有个学生 更好的motivator的学生 两个人差不多的条件下 你说他会给你谁一个更好的机会 这你就考虑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正好就讲到这里头讲一下 那么刚才错题库也讲了 这个那个也讲了 然后还会在中考前还会至少有两个email 到三个email发给大家 请大家稍微留信一下你们的email 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多精力做这些事情的 现在我们发email很难 以前我能250个一次发 我现在只能发40个 所以有时候我要发 当然我讲了说我们以前的包括以前的email 一万多个email 我要花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发完次广告 当然中考上还好 一般就是一二十个 二三十 就是二十个email就行了 但是毕竟我们要整理成文章 整理好东西 而且中英法三个版本 还是有点时间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也不是说 我只是说你们不要当做gabby就扔掉就好了 当然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应该的 因为毕竟英才的学生 那就是我应该尽量协助的 因为呢 我想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怎么选学校 普遍的下面的话呢 我就跟各个家长谈 但下面呢就是说 当然我就回答一些问题 就怎么选学校 第一就是你看一下成绩 总体来说 你的学生平时的成绩单比较top 都是高于平均分8到10分的 然后呢英才的成绩呢 都能够在80 85以上的 那基本上那些最top的学校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特别大 因为英才的考试卷子 总体要比考题 中考题要稍微难一点点 也不是所有的题了 当然是有些题 然后假如说在英才的这个 大概在70分左右的 那么二三十名的学校 二十名左右的学校 还是有希望的 你们可以考虑 那么假如在前面的 那就要冲击一下子 那么假如说在70分以下的 60分到70分左右的学生 或者在60分上下一点的学生 这些学生呢就是说 还是有很多希望的 就是排名在四五十名 30到50名60名的这些学校呢 还是很有希望的 所以不要气内 但是你太差了 比如说50分以下了 那基本上就比较难了 总体的报考学校呢 我想就是说 第一个呢就是说 假如成绩特别好的 稳扎稳打 那就行 你就报个两所三所就完了 但假如说成绩中等 那你就尽量报个四所五所 因为现在有些都不考嘛 你只要成绩单过得去 你就报一些 因为现在问题是 就是说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他水涨残高 也可能今年就 你这个分数就不录取 但是这个分数 去年可能是录取的 然后假如说成绩单不太好的 然后现在的这个英才的 考试成绩又不太好 这种情况下呢 说实话能报的全报完 就是多报一个学校 多50块钱 发一次材料而已 这样的话 你给孩子多一个机会 然后呢准备的明年春天 后年春天插班考 也就是初一的春天插班初二 但是你要在一个300名的学校 准备插班初二 和在一个70名的学校 准备插班初二 那是两回事 因为这一年的差距 70名的学校和300名的学校 已经又拉开很大了 假如你的社区的学校 是一个400多名的学校 因为我们现在有463所学校 去年 你假如说400多名的学校 那你就 你就你就麻烦吧 因为他 他比那个前面几十名的学校 100名一名的学校 已经差 就是说一年以后 差距就已经相当大了 这个是有实际例子的 因为我早年有一个学生 中等的学生考上了 有个比他好的学生 后来去了西岛的一个 就是 就是Felix Leclerc的那个 兼职班 一年以后到我那参加夏令营 这个Felix Leclerc的学生 就超过了那个 Felix Leclerc的学生 而其实在中考的时候 那个考上 Berbuff的那个中等生 其实并不是 比那个学生还差一点 所以也就是一年以后 其实你已经给别人 拉开距离了 说这个时候 你想要再差半考好的学校 最好是能够 能往前就往前一点的学校 多少不能 还是多学一点东西 好吧 希望同学们能够 续唱辉煌吧 因为毕竟英才的学生 那么多年来 一直是 里面还有就是 万一万一 你的孩子全境覆没了 你跟我联系一下 作为英才学生 我会尽我的权利 尽量帮忙 我某年都会帮助了一些学生 送到南岸的Duproche 送到这边城里的Francais 送到这样那样的学校 有些我给他们写一些推荐信 可能有时候 Burbov genre的 可能也有可能 所以呢 就是当然要看差不多 我不能乱推荐 因为这直接到 我们的这个 就是 精 就是 就是不能乱来 但是真正稍微弱一点的学生 我们还是能够做一点事情的 所以到时候联络 我们尽量协助 谢谢大家 然后 这个下面 我就开始回答一些问题吧 嗯 嗯 秦老师 你看看我是从哪儿开始 呃 要不我发给你啊 现在都是 如果有问题 可以 现在有没有大家比较 general的问题 现在很多同学发的是 这个个人的问题 个人到后面一个一个说 现在都是都是个人的问题 好像没有 general问题 有没有什么 general的大家一起回答的问题 这都是 现在好像都是 你跟家长问那个IB program的 哦等一下 有一个问题 似乎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在取消IB program 刚才校长也提到了 可能那些中学也觉得没太大用 那么到底IB值得不值得躲 如果最终进入IB 这大学分 有帮助吗 好 这个问题我说一下 这个题目你们大概知道了哈 就是说 因为IB现在你看 从95年开始 现在也取消到03年 最后全部取消 Jander Burbeuf从2011年还是2010年开始的 他也有了 但是现在像Jander Burbeuf 南岸的Saint Lambert 那个大学一科 他们都是有JB的 JB差不多在这个R-Score里头 能加到0.5分 不是JB 就是那个IB项目 有些大学认 有些大学不认 不是千篇余力的 但是多数来说呢 能加到0.5分 这个0.5分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比如说 早年那个Engineering McGill要28分 但是你这样27.5的话 你正好就过格了 所以也不是一点没用 但是呢 因为中学阶段的 说实话 因为私校的program 未必比以前我就这样说过的 未必比IB差 IB呢 确实是 他其次一个就是说 在60年代 在这个全球搞起来的一个 为了大的资本家和这个外交家的子里头 搞了一个项目 然后他们到任何地方去 不同的国家 他都可以有同样的学校上 所以就叫IB crime 然后他进入了形藏百姓家 很多学校都觉得不错 就把它用起来了 还是特别是公立中学 你看这几年 刚才我看看讲到没有 有一个表 就是排名榜那边 就是这个 国际中学 就是公立中学的这个排名就越来越好了 我出去丢了一个 就公立中学啊 这个这些年做了很多 这里头我可能少了一个slide 就公立中学这个这些年呢 排名呢 就是原来呢 差不多是80%的100名以内的中学 一共是四五百名中学 四五百个中学 排到100名以内的 在101年的时候 差不多是80是法语的 20英语的 到了18年左右呢 差不多是83的是法语的 然后呢 差不多有12三个 那个时候 10年的时候是五个 法语的公立的 到了18年的时候 差不多有12三个是法语公立的 也就是说这些年 公立学校在 一个是新成立了南岸的Lucentia-Stelle 那早些年 是Lava的国际中学 然后这两年 这几年又成立了这个 TMR那边那个Loyal Mountain的国际中学 所以现在变成六所国际中学了 原来只有这个McMasterville 然后这个St Louis 然后岛内的国际中学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国际中学增加 第二呢 像St Luke中学 然后Jermans 很多学校增加了国际班 所以呢 吸引了很多优秀学生 留在他们功效系统 而且呢 成绩也比较肺然 因为排到100名之前 就达到12三个嘛 这是很好的 但是在私立系统系统 也不大 去年 St Louis和JB 我不知道这个Zik 你这个什么问题 没写下去 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 Lava International 有什么特点 Lava International 是这样 Lava International 大概在十年前吧 原来Lava 都是分享在各个 公立中学的国际班 后来呢 就在Lava的这个教育局边上呢 就成立了一个Lava国际中学 把所有其他学校的国际班 全部取消 全部统一到Lava国际中学 现在呢 它都大概是280个学生 但这个学校 现在它有时候可以扩招一些 因为教育局的权力相对还是大一点 然后呢 而且现在呢 因为Lava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多 人口增长很快 所以呢 它现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竞争非常非常强 大概有时候说是要一两千人报考 这么就要考这个学校 难度会比较大 它的特点就是跟国际中学一样 它总的来说学的学的是比较多一些 另外呢 总体来说 各个教育级也就是一个到两个国际中学 他们庆祝的力量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一般的国际中学 公立的那些国际学校的 公立学校的国际中学 几乎都是在前十名左右 去年是LavaJB是不是在同一天考试 我看看 今年的 我现在待会儿看看 Breboef今年是17号18号嘛 今年他们提前了 那么你说的是去年无所谓的 森路易去年是在 等一下森路易 森路易现在还没有公榜 森路易公榜是在10月15号 所以不冲突 能否比较一下 Michel Provo和Villemaria Academy Michelle Provo Michel Provo是那个小学呀 森区小东部还有一个Academy Michelle Provo 那我不太了解 Courget Villemaria 东部的话 新成立一个College Anjo 这个学校现在上来也挺快 但是我没有印象一个Michel Provo 假如我没弄错的话 是在康大边上一个小学 他没有 他Michel Provo有个中学部 那是Michel Provo有中学吗 Michel Provo应该没有中学 那那个 Machekle 是有中学部 但是很小 人也不多 为了Maria这个中学 因为前年吧 有一个新兴的一个补习学校 就把它有很多曲解 第一说这个学校因为有英文部 所以他法语部的学生的英语要比较好 因为他有英语部的来支援 这些东西其实是想象中的东西 第二个他说他是九天一个cycle 所以他别的学校就学的就他要九天嘛 他认为人家只有五天的cycle嘛 就比人家差 这是纯粹就是外行说的话 没想到自己说是 我正好听了那个讲座 是一个补习学校的校长 咱们也就只好认了 所以 Venemaria呢 其实以前的一直是20年 我从2004年搞了学校 一直是排名30左右的一个学校 20左右 一直排的很高的 后来大概在七八年前吧 他们可能这个整个的教育 教育层管理层变化以后呢 急转直下 因为包括有些家长参加的那个 那个那个open house啊 也回来跟我吐槽说怎么差怎么差 然后呢 他们的生源就开始出问题了 排名也往下3060的掉 现在又往上一点 然后他们16年就赶快又下了男生部 因为否则女生部完全就生源不够了 就嫁了男生部 现在总体来说 现在应该还在30名左右 Venemaria说实话 我有学生稍微 那天我说听到一个学生说 谁谁谁谁 其实我有学生 当时男人的一个稍微智力 就是有一点点智障的还考取了 他这学校比较好考 不太难 所以大家觉得孩子有点要垫底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这个学校本身是不错的 不要否定这个学校 但是因为他被前面的 你像城区的话 布尔伯夫 杨尔德 瑞吉娜 杉普特 女校的那时候 Pensant Salona Marie Notre Dame Korrije-Montoya 这些全就是 就是 就是压在他前面了 Korrije-Montoya的排名 其实比他低 现在还60名 他30多名 但Korrije-Montoya 本地人是特别喜欢的 Korrije-Montoya 他总的来说是不开除学生的 第二个呢 他呢 他已经不再是教会学校 但是他 我前几年去看的时候 还有Momo 去帮那些 额外可以开小招 那些弱的学生 把他带起来 所以他轻易不开除学生 除了忍无可忍 那不像别的学校 有时候 据说有一年 有一个学校 开除了40%的学生 那就没办法说了 你挑出好学生来 当然你能排名高一些 但是你不开除学生 你还能保持一定的排名 那就很好了 所以在当地人来说 Korrije-Montoya 一定是他们选择的 他们连BerryBuff这些 都被人看得上 他们就喜欢Korrije-Montoya 也是我们加拿大 唯一的一个预航员 现在还是吧 交通部长 现在改成外交部长了 马克先生的这个母校 他的除了这个 刚才的特点以外 那个Korrije-Montoya 的体育也是比较强的 对不起啊 那个Michelle Provo 实在不太了解这个学校 好 这现在都是个人的 成绩单不能发给你的 因为成绩单 你都在你孩子手里头 我发给你 我的工作量会大得不对了 因为现在我们 就是开始要弄 充实班下周就开始了 再下一周 我们那个新学期就开始了 太多 太多的工作要做 而且这批学生 我还有你看 发email 还有很多是一步步 要帮着这批学生 继续往前走 包括充实班的学生 所以你要我成绩单 这是一个是不合理 因为所有的卷子 都在学生手里头 第二个确实没那么多精力 我一个个给你发 好吗 不好意思 听说Berbuff压分 以后不容易 对Mari Mercy 这种英语世界部录 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 压分这个说法 其实人间人之间 你怎么去理解它 但是呢 Berbuff呢 总体来说 跟国际中学来比 基于我了解呢 Berbuff的平均分 在75到80左右 而国际中学 平均分在80分左右 所以 千禧年的时候 2000年 这个 这个拿千禧的奖学金啊 我很多国际中学的学生 拿到了 Berbuff的拿到的反而少 因为他们的平均分高 你怎么去理解 所以这个我也比较为难 那么平均分来说 确实是 CGF就是看分数 不看学校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情况 至于呢 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Berbuff他本身有CGF 是不是有一点点私心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本身来说 说Berbuff确实比较严谨 他某个周末都要 某个周五都要考试 这些确实也不容易 另外中学是法语的 CGF读英语 大学 适用CGF英年级的成绩申请 还是不是劣势 如果不继续读法语的CGF 中学是法语的 CGF学英语 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大学那时候 这边学校的小学特别轻松 十分钟的作业 中学就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或者以上的作业 像CGF 像Berbuff就很多作业 然后CGF就又忙一些 到大学就特别忙 所以这个时候 假如说你 因为是中学之前 一直是法语的 英语没准备好的话 用这个两年时间 把英语好好准备好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直接到你未来的总体选择 有些学生 我也就建议他们继续走法语的路 但是争取能够在大学里头 因为Bilingual是 什么叫Bilingual 就是你用这个语言 拿到过一个学位 你才能这个语言 叫做你的Bilingual 要不你只是说 我有些家人说 我现在在哪个学校学习 然后我就在英才 补语的法语行不行 我是不是就可以Bilingual了 我是扯淡 我的英语学了20年 你知道我为什么 当时被雷奥夫的吗 2003年 是因为我的英语不过关 但是你知道 刚才主持人说 我的专注在哈佛大学 被收藏的 当时其实美国国会图书馆 也收藏的 我是用英文写的 然后我在英语 说英语的国家 呆了两年工作 其实我的英语是可以的 但是最后我还是因为 我贝雷奥夫英语弱 还是我的一个因素之一 你明白吗 我读了20年的英语 因为我不是 没有用英语 拿到过一个学位 当然了 其实我也算拿到 因为我正和康大的 机长机学位 我是用英语学的 但是那时候 我已经三四十岁了 已经不是那个学习的年龄了 所以我的英语 还是一直办调子 所以当然作为一个学生 全面规划来说 我还是希望 其中有一个 他的一个学位阶段 最好是用英语拿的 但是因为移民 有101法案 所以我还是建议在 CJF或者大学的时候拿 那么你说 他因为是 一年级 很累 但那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的学生 很多到了CJF以后 我的学生为什么 现在你看 我有很多学生进到那种 中学毕业师 他是 就是叫 Bilingual的班 像我的儿子女儿都市 所以他们进到CJF的时候 他们英语是跟英语中学的学生 平起平 什么叫Bilingual班 就是他们在四年级的时候 审理同考 他们的英语成绩 达到了英语中学的程度 然后他会发一个证书给你 所以我儿子女儿都拿到了 所以当他们上 马利尔纳佩里斯的时候 已经跟他们英语中学的学生 平起平坐了 成绩的英语来说 所以我们在 为什么说在十月份 很快就要给他们开英语 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希望他们五年英语 能够很快 能够在高一个级别上 多学多一点 另外一方面 现在小学里的时候 我也常建议家长 四五年级 可能就是说没有精力就算了 但是你四年级和四年级以下 一定是法语第一 英语第二 数学第三 你假如只学一门 那就法语 你学能力学两门 那就不是数学 而是英语 这样的话 为未来上英语的高等教育做准备 当然中学里头 还可以继续把英语抓起来 我们中学一直有英语的 而且我都是请了一流的老师 然后也都是为他们 未来的高等教育做准备 就是进入英语的 至少一个阶段吧 我不认为一定是劣势 除了这孩子英语确实是问题 或者是来的 比如说中学三年级才来的 然后又转进入英语学 中学二年级来的 进入英语发语系统 那英语可能确实是有点问题 但一般来说问题不是太大 你能介绍一下 马克马斯特维也怎么样 这个学校 是只有他 就南岸很多学生 南岸所谓我们概念的南岸学生 是不能考的 它是南岸的东边 在那个 森伯罗诺这一片 就是还有就是 布希威尔到 布洛森布洛罗 这一片那个教育局 一个很小的教育局 它属于他的 我们华人学生一年 我的学生大概也就个吧 一两个有时候考这些 因为在那边做生意啊 或者什么的 这个学校考试应该说不难 只要是英才学生 还没有说很难考取的 他们这个学校排名一直很高 以前一直是十米以内 多少年来 好像这两年排名 稍微往下了一点点 这个学校也是在国际中学当中 教学条件可能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没去过 我的学生家长帮我 拍了些照片给我 怎么考试 基本上是发语数学 逻辑 逻辑 他好像还要考常识 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实在今年要没有 孩子要考那个常识的话 你们跟我们发一个email 我们给你们一个链接 大概有三千多点常识题 但是我不要家长 孩子花很多时间 就是有空的时候看一看 当做好玩 我们本身有答案 你们知道一下就行 因为本身就是大海捞针 你一万根针 我给你三千根针 可能概率还是一点点 知道吧 但是重中自重 还是抓法语 从几年级开始准备中考 一般来说 现在我们学前班都有 三年级四年级 因为三年级 也可以考虑了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了 这几年四年级的成绩单 已经非常重要了 所以你三年级也可以弄 四年级那就最好 一定要参加了 因为四年级的成绩 我们是跟学校的学习同步的 但是你四年级正确 把成绩单弄漂亮 那是现在非常非常必要的了 请问中学英才班上的水平 报考学校推荐 请问他在英才是谁啊 不知道 请问他在英才班上的水平 报考学校推荐 是瑞雅城 这个你没写名字 回头再说 这个我只能到 到那个埃格问的时候 再说 这不是大家的问题 平均份73份报考 no exam有希望吗 有希望的 但是你要考虑 比如说 Villemaria 南岸的 但是No exam 德洛西呢 好像他说基本都录取了 他只有国际班 还有一些机会 夏勒雷茂 你试试看 西岛的话 现在说实话 你看West Island College 是不是能可以 现在Bubuwa 现在 Collision Matheny 现在也要求很高 73份相对有点尴尬了 75份就好说 你像 Nordedame 75份就可以了 但是73份 但是看主课吧 有些可能是体育纳分的 那就无所谓 他主要看你的法语数学 当然有些需要 还看你一下英语 主课就三门 法语数学英语 那么有些要再看你一下历史 科学要随些 主课分数高的话 还可以 比如说因为音乐 或者是Arts 体育丢了一些分 那倒反而好说 但是主课低的话 难度会大 你就尽量再多考一些吧 比如说 Lavar的 Latende 东边的 讲的是你自在 住在东区的话 那么刚才说的 College Andro 然后 Lavar还有一个叫 North Star 这些分数 可能都可以稍微低一点 西岛的话 你这个分数 St.Louis 试试看考试 因为今天是考的 实在不行就是 西岛放在 就是一旦不好授权 他们给 Yan-Wan-Toy 或者是St.Georgia 或者是 Dessauce 或者是Felix 给他们 所在你的区 发过去 让他争取一下 那么73分 稍微有点尴尬 这是你的成绩单 但不是英才的分数 英才73分 其实可以考虑 在80分左右来考虑 谢谢 谢谢你们 看上升了 这个学校去年排名第一 他们学生真的很好吗 这个学校 学校真的不错 这个学校 现在又搞了一个 Felix项目 非常人性化 这个学校呢 我有很多学生 在这个学校 应该说很不错吧 其实呢 我女儿就是 从那个学校毕业了 因为那时候 Younger的 我觉得太远了 Berbeuf 那时候也没女生班 然后Nordheim 他不想去 他就去了Pensas 那这个学校 这两年 他就前几年 因为调过一下 调到30多名一下 就失去了信心 包括Nordheim 现在很多 我们华人也不去了 但还是老牌的好学校 不用太那个 西岛中学怎么样 有什么特点 西岛主要这几个学校 一个是Shalman 在那个西北边 对西北边 西北头吧 就是那个 那一条路 101010 多少的 直接到他们门口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圣丹的 这是两个私校 比较排名前一点 然后排名前面的 还有圣路易 然后西岛 是往东一点的 像布布瓦 大概60名左右 也是一个好学校 当然有布布瓦 也排过第五名的 然后Korris de Mathlin 这个学校 这几年排名越来越好 而且他的特点 是他的Robert 机器人特别好 但是他是女校 然后西岛 还有刚才说的 就是几个200名左右的 也是不错的学校 就是圣路易 一旦考的 就是可以转给他们 比如说 Felix de la Clef Jawantua Saint-Georgia Dissauce 也都不错 他们都有国际班 或者像Felix de la Clef 他有一个尖子班 大概是不是回答你的 那么要什么特点 那Shalman就是抓得很严很严 说实话 深岸属于一种 比较宽松的 这样说吧 我反开说 抓得很严的 南岸 江达拉曼内 是属于抓得很严的 这一类的 城里头 布尔伯夫 是抓得很严的 江尔德是抓得很严的 这一类学校 西岛 夏勒曼 抓得很严的 那么另外一类学校 排名也不错 是属于宽松型的 比如说 城里头的 Notre Dame 城里头的 Rugina Sampta 然后像南岸的 西岛的 深岸 现在布布啊 西岛应该属于 比较抓得严的那种 也是属于比较宽松型的 但是像深岸 深岸是真的 就 你看 芭蕾舞厅就好几个 芭蕾舞厅至少两个 女孩子高地杠的 玩的地方很多个 有室内游泳池 有批划艇 他们靠河边 就是玩的东西 真的很多很多 然后他的排名也不错 因为这个东西 就两种特点 一种就是很抓学习 也能起来 另外一种就是 在宽松的氛围下 孩子们有个好的心态 学习有时候也还不错 但是深岸这两年 稍微往下掉了一点点 这个问题是不是回答您了 然后会说西班语 对中考有帮助吗 考国际中学有帮助 因为国际小学 基本上都有西班牙语 那么像国际中学 特别是操班考的话 没有西班牙语 还很难操班考 但是他没有直接帮助 对中考本身没有帮助 因为中考连英语 他都不参考 更不用说你西班牙语了 但是你可以 在假如有statement 你可以写一下 比较一下 威勒森·麦特林 和威勒马里 威勒森麦特林 在和 威勒森麦特林 是在森浪汉 威勒森麦特林 是在 在那个西山 就是在城区的 那高档社区 这个 威勒森麦特林 他们这两个学校 威勒森麦特林 都是从学前班开始的 所以 他没有几个学生 他考中学 就是interview几个学生 但是要考虑 就是你的孩子 假如是属于 比较open的 可以参加那些 从学前班开始的 包括像夏勒曼 这样的学校 但夏勒曼因为某年 还能招二三十个学生 中学 像威勒森麦特林 可能就招几个 十来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 你要容达到 原来已经都是 抱成团的那些 学生当中去 你的孩子 没有一定的 这个交往能力 有时候会吃亏 这个我学生 以前出现过 这种情况 包括某一个 森龙汉的学校 我的学生 给人打过巴掌 你不敢碰 人家一团 维拉斯的麦特林 我一个学生 当时 一个学生考上了 后来到多伦多去了 后来回来 那我说 你展示没有好的学校 他说要留意 我说别留了 他就被人妈 要给他留意 我说别留了 我说你还是尽量的 就因为没必要留意 我知道这个学生 不错的 后来就去了 城里头的一个学校 后来他就融不进去 老师也看不惯他 学生也看不惯他 最后他还是出来了 我给他后来 介绍到Villemaria去 这两个学校 那我就介绍了 这个Saint-Mathelin 这些学校 然后说Villemaria Villemaria刚才 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他老排的一个好学校 这些年 给他稍微做的坏一些 但现在又在回升 现在变成混校了 但是说 因为城里的好学校 太多了 排在他前面的 所以要不人家 就去收习学校了 要不的话呢 去私校的话 相对就选择他的相对 就是我有前面的 特别移民来说 肯定会选前面的 除了我有些少数学生 就是去了 Open House 特别喜欢这个学校的氛围 比如说他们女孩子 会穿得像这个修女那样 穿着来接待 所以这个 而且他们有时候的 这个Open House 做得很好 但有时候也有乌龙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对学生就说 就是因为喜欢就去的 这也有 我们以前英才学生也有 是不是这样就解决 回答你的问题了 但是 要注意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张校长好 请问上了法语中学 上英语科学就很难吗 现在会有一点点难 因为96号法案 但是96号法案 据说被联邦否定了 假如否定了 我不知道否定到什么程度 因为其中一条就是 CGEP 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英才 现在今年秋季 就用了一个双语四列学校 但不用CGEP 因为他们从3000个学生 扩招到4000个 可能4500个还是4000个 所以他一下这个教学 教材就设备资源 就非常紧张了 但是他现在96号法案 就是说 英语学校以前也可以扩招一些 但现在就是不允许了 法语学校你可以扩招 但英语学校不允许 一级看到的情况就是 以前 马利亚诺斯83分就有可能考上的 现在去年基本上要85 85基本上都有点难 86才有希望 所以会有点难度 但也不要认为说 我们就没有机会上英文 那毕竟没有 你真的是一个兼职学生 还是 你像我的学生 很多都是平均分90分的 90分能进 马利亚诺斯的那个 那个那个 兼职班 就是他叫 他有兼职班了 所以不是说那么那么的难 但是你是一个中下的学生 在法语中学 那确实是难的 因为你的分数到不了 就是说 现在不只是那个 那个马利亚诺斯 你就是 网练和这个党省现在 基本的 还不是兼职班 可能都要到 到 近90分了 因为功力的 挑战就更难 第一 两方面因素 有些学生考虑到 我因为 那时候快慢慢 就要进入18岁了 要自己自立了 省钱 第二个是 有些学生说 我没有那么多竞争 我就不让 去马利亚诺 竞争太难了 这是我们 那个时候很多学生 自己选择了 他们会选择功效 所以会把功效的分数 提到平均分 90分左右 会有难度 但是 不是说一定没有 就是所以 你知道英才 我还是这个理念 但是我也可以 跟大家说实话 十年前 英才的学生 和现在的学生 要好很多很多 不是一点点 第一 现在可能 有些一胎的 两胎的 现在有些孩子 都是二胎三胎了 他们没有 到哥哥姐姐 都没有用功 第二个呢 就是 有些 现在 国内来的学生 说实话 近年来的学生 都也没有 因为国内 现在都富裕了 孩子们 也没有那么的 就是 勤奋了 所以现在 你想我以前 你现在那个 综合性体 200分 得200分的 我某年 都有两三个 现在很难 今年有一两个 但是是线上的 这个 线上的分数 总体比线下的 要高 不少 所以家长们 也要注意这一点 我正好说一下 这个线上的分数 因为学生 自己报给老师的 学生有时候 一种良好的 想法 或者不太好的 想法 他会把分数提高 所以 要比线下 因为线下的话 做不到 因为我们会 我们会查的 我们来 我们会来回看的 但是线上的话 我们不太容易看 所以会分数 会比线下的 因为我统计 我就知道 明显高一节 也今年出现了 200得200分的 但这种情况 我打个问号吧 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不真的 但是十几年前 我这是正常的 某年度有 包括我老外也有 包括我中国孩子 一年两三个度有 那么还有就是 现在对 对 上法语中学很难 这个问题 已经跟大家讲了 但是有一定的难度 90条法案 一旦推翻以后 是不是会把这个 法语英语中学 还能扩招 那我就不知道 从排名和 这两所差不多 你是不是还是说的 前面那个 潘尼 我看 对潘尼的 说这个 威勒斯·麦特林 这个我已经解的 非常非常细了 我就不跟你说 他们排名是差不多 能说他们这个学校怎么样 排名一直掉得很厉害 这个学校呢 其实呢 我跟他的校长 有很多年的渊源 我在十多年前 我一个学生 两度被开除 我给他保上去的 我保的就是 当时在 他自己在 现在不知道 现在这两年下去了没有 我没跟他联系了 我跟他去年吧 我特意 应该前年还是去年 我跟他们学校联络 后来他们 学校的副校长 跟我联络 就是谈这个排名的问题 那么他们的校长 他呢 原来呢 现在是不是换了了 这两年 我没太注意 他因为找十多年前 他是副校长的时候 我跟他打过教导 所以我还是 他说起那时候 他说起Brotherley 后来他还记得我 那这个学校呢 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的学校 我有一个学生 当时一下排名 调到三十名 五六十名的时候 他家里附近七个学生 六个强步去了 他妈妈坚持着去 这些人在那儿 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很开心的 然后后来呢 我就问了 我就为这个事情 因为Rotterdam 我是很喜欢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就问了 这个打电话 请他们跟我联系一下 他们后来打电话 回来给我 说Rotterdam 我说你们学校 我们华人 其实是很向往的 学校之一 我说现在排名这个样子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 我们现在还是 围廷里士的人很多 他说我们学校很好呀 我们不再追求排名 我们就挺好 我们还是一堆排名 一堆waiting list 想起进来的人多的是 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当地人最青睐的学校 是30到五六十名的学校 比如说Corey Moffey 这是当地人刚才说的 特别青睐的 新南达这种学校 他因为当地人呢 就希望就是说 送一个孩子到学校好好去学 就是为这个中 就是中产阶级哈 资本家呢 其实Berber送的还是挺多的 就像原前我的这个最后一任老板 副老板吧 他的儿子就在Berber 我也是在我儿子领奖的时候看到他了 然后但是当地的中产阶级最喜欢的学校就是 你这学校30名到60名左右 然后呢 你能给我抓好好学习 但是别给我抓的像 有些学校抓的那么狠 他是选这种学校 所以像西山啊 这些Nordstown这些学校 他 他面向西山面向城里头 他说我学生进来多的是 所以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我也就没法说了 但是呢 我现在在里头的学生 还是对他评价很好 包括以前的学生 好 然后个人的 校长 西岛的圣路易 疫情后取校考试 今年第一回复合考试 可以讲一下香港情况吗 因为圣路易呢 因为各个学校理念不同 他总觉得就是像Berber 坚持考试 疫情也还坚持考试 然而坚持考试 圣路易现在 现在还有一半左右需要坚持考试 他考试他认为 我是真正能够对孩子 有一次正面的接触 而不是只是看成绩的 成绩的说实话变化太大 就参与太大 所以呢 我要考一考以后呢 我对这个学生 其实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印象 这样的话呢 我选几学生 可能我会 比较适合我的学校的培养目标 所以圣路易今年又开始 而且圣路易现在 刚才说的 圣路易现在 像拉巴尔国际中学 现在报的人很多 圣路易也是 大概从七八年前开始 那个叶真荣 可能很多人知道做理财的 他的儿子就当年考试的时候 就是 他的同学 他在西岛 很多学生考不上圣路易 所以他们就很羡慕说 然后就问 你们有硬材 所以很多学生 周围的同学 下了两阶子 又跑到硬材来了 然后他弟弟后来也考上了 就说圣路易后来 现在因为 第一 他从两个校区 改成一个校区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现在西岛的移民 越来越集中 往那个方向 特别是 圣路易这一带的 所以呢 他现在 就是说 某年报考的人数 不像以前 五六百个 考一百九十二个 现在是 一两千 一两千个 考一百九十二个位置 所以这个 包括 就是圣路易刚才说 拉巴尔国际中学 其实圣路易中学 这两个中学 现在情况差不多 都是非常难的 但圣路易呢 刚才说了 假如说他考题 不是很变化的话呢 他会考一个 为什么要学 阿姆圣路易 大概给六十个词 然后 以前是考过 常识的 现在放弃了 因为他考法语 数学 逻辑 这些可能都要考的 作文也会考 所以 应该 应该这样吧 具体的 我现在没有这个slide 就是圣路易的考题 但基本大概就这个情况 圣路易什么时间考英语 我的印象 他应该是到明年春天吧 大多数学校 现在都放弃了 十月份同事考了 像多多大门 都放弃了 他们就是为了考那个 这个学校不考逻辑和常识 常识可能不考 逻辑 大多数要考 但他 我记不特别清楚了 也有可能不考逻辑 那个圣路易 怎么能知道 我待会儿 要不我把这个slide 退出一下 我看一看 我应该 可能有一个 设计 等一下 嗯 saint louis 我要找到一个 考试内容 稍微等我一下哈 我找找看 我这个里头没有英文的 我看看我的这个 中文里头 我生路易提的是有一点的 我找一找 我刚才这个是 哦 这里头 中考内容 对不起 我这里怎么不太好看 我怎么不太好用的 我的鼠标 我看出来了 我现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一下找 我那个 我那个那个 嗯 中考讲座 中期期划教育会 教育讲座 中考讲座 我在这里头 好 我应该找到了 嗯 嗯 考试内容 不好意思 考试内容 好 我现在实际 我现在实际 一五年 一百九十六个学生 发二百五十份 这个通知书 一百个在在发 waiting list 也就是说他发的时候 就已经多了 所以waiting list 其实是 也六十四个之外的 再一百个waiting list 以考试成绩为主 以平时成绩为辅 考试成绩评判后 有两次审核 找专业评券公司 希望学生不要以卷子 判错去找学校 这是他们学校跟我当时要求的 嗯 他一般十月份 十月下旬就那个 发季节学生的信 然后呢 发 然后过一天就发录取的 和waiting list的信 嗯 基本上这个样子 那么我好像没有他的 是不是一定不考这个 嗯 logic 我不能瞎说哈 那就不说了 嗯 好 那么 我看看现在要放 对我还是回答问题吧 呃 但是我可以放一个东西出来了 OK 呃 现在就是 我先把这个也可以share screen一下给大家 嗯 但是我还是先回答问题 假如是这个普遍的问题 待会我就是以记这个表 会跟你所以你要写下孩子的名字 这样我就一下把名字就能够设习到 然后我看他的成绩 比如说某一个学生 然后他他这个学生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学生 然后他跟这个情况比较 然后他跟这个情况比较 我就能看出来他大概说出的位置 然后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好吗 那现在再回答问题 呃 就会到这儿 今天讲座的内容会发给我们 今天讲座可能过几天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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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优势 那么是不是说报考圣案 对以后有好处 校长你能对 呃 圣案 都外的program 和拿新的校区的老program 综合分析一下吗 好 首先 有40%到 30到40倍MP录取 这个说实话 我不知道 这个信息 呃 似乎太高了 你想嘛 马利安诺一年大概就招1000不到的学生 那你这个圣案 某年毕业他是 他是 十多 他 他十多个班呢 一个班就算37个 37个 他就300多个 然后现在又加了多二校区 你就再算就算五个班 那你就差不多五六百个 五六百个 就30%的话 150个 那量太大了 真正的去去马利安诺的很多的是一半 55%左右是英语中学的 45%左右是法语中学的 他占了30% 那别的学校不就没了 这个信息肯定错的 但是可能他能进去一些 然后马基尔进医学院有优势 这是对的 因为马基尔呢 呃 这个以前统计来说 CGIP的时候呢 差不多有20多位 能够从马利安诺进到马基尔的医学院 但是其他学校都是一个两个的 所以他确实有优势 法学部 因为马基尔的医学部 从CGIP的录取的名额非常有限 其他都是从本科和专科和硕士博士当中招 然后法学院也是 法学院的名额很有限 医学院呢 法语系统有很多 有蒙大 有希伯克大学 有拉娃尔大学医学院 但是你要进英语的医学院 那只有马基尔 而且马基尔的量很少 他给大学医科的人很少 但是你进其他几个法语的医学院 给的那个CGIP的学生是挺多的 那马基尔的学生比如说一年招180个 那他几个二三十个给到那个CGIP 其他的哪来呢 都是马基尔本科生转的 或者是本科生在考的 或者是已经有硕士 别的专业转过来 所以校长能对这个 所以我能大概应该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他这个比例肯定是有误的地方 但是虽然不是在中学当中 进马利安尔最多的学校 其实比较多的国际中学 博尔伯夫还是多 但博尔伯夫呢有变化 有些年份 你像我儿子那一年 啪一下就很多优秀学生 全部去马利安尔了 但是我也有些学生某一年 全部又留在那边 只要就是那些好学生呢 他们成团的 啪一下留在博尔伯夫 有一两个人决定了 那很多人就定了留下来了 然后有一两个人决定走了 那很多人走了 都有这种可能 那毕竟讲到说 博尔伯夫去还是有优势的 然后国际中学 我知道也有不少学生去 然而的这些好学校 至于说是那个 Dovar和Lashin现在说实话 没法太多的比较 而且我不认为他们的program 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我现在对Dovar的这个校区 不是很了解 因为才开学才开始 应该来说就像英才一样 你说我生老汉校区和南岸校区 有什么特色 其实是一样 懂吧 只是特点不同 比如说南岸 因为我所有的一样的教材 我都请了一样的好的老师 而且中考的都是有经验的 尽量找的 所以基本上program 我也会弄的一样 因为你想我应教材 我就不可能说这个校区 我应这个教材 那个校区我应那个教材 我是这样去理解 如果学医 最好 当然是麦大医学院 是对的 而进入麦大医学院 这些多声音员 来自Maliano Health Science 对的 也不是 就是他给CDIP 只有那么一小部分比例 所以就读Berberv 因为其实压缝很难进入盖项目 那我是否应该选 Yangert 或者Pansanslona Mahi 这个问题 但是我首先还想有个问题想跟你说 五年你想学到多少东西 就像有些学生说 那我只看分子不看学校 我就到一个社区学校去 我就稳稳的拿95分 98分100分 但是你五年你学到多少东西呢 有没有考虑 另外 分数来说 我当然现在我没有发现权 我没做特别细的条件 但是就你这个问题 我会以后注意 我记下来 就是说 Yangert 和这个 Pansanslona Mahi 和Berberv 我看看他的平均分 这个其实应该在那个 在那个这个 那个排名榜上应该有这个分数的 我们我去看一下 应该差不多的 因为不能说压的很多 压的很多的话 他平均分上不来了 就是他排名上不来了 所以不应该排的压的很多 因为这个 呃他的排名都是按照这个中学四年级五年级的 那么SGIP录取也是按四年级五年级的 所以 那个四年级五年级分数排名好高 才能够排名排的高 当然还有排名还有一些别的因素 但分数肯定是占第一位的 然后大大学医科路奇也是看这个分数 所以应该不会差异很大 所以我不认为一定要为这个回避 Berberv的这个所谓压分的这个概念 我知道稍微分数平均分低 但是平均分你知道 各个学校对一些弱的学生 你假如说是坚子生的话 你分数还是很高的 你像我很多学生 呃 理科都是9598的 像科学数学 但是法语确实是 法语的话呢 因为很多学生在最后报SGIP的时候 把成交给我看 法语我们很多78到82之间的 所以我一直在要学生说 一直把法语作为重中之中 因为你再好你都好不到哪去 所以我包括小学中学 要 要 要来英才补习的 我一直是推荐法语 但现在我有时候很难 家长说我学数学 他不理解 数学问题 其实还是法语问题 你不把法语放低 好像我给你推销了 其实不是 我是 我知道的 而且我在3月份 2月3月25号讲座 我讲的例子 这个数学 那双胞胎后来 进了Persona Machina Felix项目的两个孩子 他们当时法语门门九十 数学 应用题 差 然后他就跟我说补数学 最后后来跟他们 跟他爸因为他爸管他的学习 他妈妈跟我联络为主 我打电话去正好他爸接的 然后他说校长你说对了 我真的在辅导过程当中 他们真正来说还是法语 又都理解不够 为什么 因为他法语考九十分 因为他是 他是学校学的东西 他现学现卖 但是到数学应用题 他是要真正用脑子去 又都理解了 去理解了 他能力就够恰了 所以包括就是到中学 数学出问题的来跟我说 来帮我补补数学 我的孩子 不是 他还是数学问题 还是法语问题 谢谢 谢谢你啊 你们很客气 张老师我不太清楚 我的孩子在英才讯上 分明排在哪个档次 能否私聊一下 我们还有某个人都私聊 你介绍一下孩子的名字 告诉我你住在哪个校区 你现在写在那个chart里头 我一个一个跟你们讲好吗 现在八点多 很快就会转任分别讲了好吗 排名哪个档次 其实我这张表上 你们还是不太看得懂 或者说你们很多家长 不知道孩子的卷子 所以你们就不知道 其实学生所有的考试卷子 我们都给学生了 而且也有考试的那个 好所以呢我想这样哈 就是你你把孩子想老师 我有个功用问题 张校长 我住在蒙特尔岛内 可是离哪巴尔很近 可不可以把哪巴尔 哪巴尔的学校只要私校 没有校区域之分 所以你随便考 但是你哪巴尔国际中学 你不行了 他现在的国际中学 对那个区域非常限制 因为他现在声援太紧张了 就是说位置太有限了 他因为当本区的学生 本教育的学生 这个你们教的那个 这个学校税是交给他们的 所以他要优先保证 本区的学生 他不让你报考了 当然你你做一点99 小99你弄在那边弄一个房子 或者历史你还是有可能的 那历史他现在不认了 一般你是要有有便废单的 等等这些 但是你家里你那边有房子的话 应该他们还是可以的 请赵校长 请校长讲一下 森路易学校的特色 森路易这个学校呢 在五六年前吧 他是有两个小区 一个在Lashin 一个在这个Lassart 初中部和高中部分开的 现在后来都分 都在三十六街那边 在那新 就弄了新的一个校区 而且这个校区比较新 所以呢 学校的这个设备什么的 也都提高了一个档次 因为毕竟新搞的 然后呢 他的一个这个乐队也是很不错的 森路易学校呢 我这里就放肆一点说 一般我都私下说 比如森路易和国际中学比 那这个时候以前呢 我们很多家长就想了很多办法 把两个学校都去考 而且以前的森路易是 特别像Lavar 是应许外地外面学校 学生考的 那这样的话呢 岛外的呢 因为他们比如说南岸也好 西岛也好 Lavar也好 它基本都是中产地区 寄居的地方 但岛内的国际中学 和社区学校呢 相对就另外一回事了 有一点差异 一方面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里头 但另外一方面呢 有些家庭 你刚才看到的 家庭收入跟这个学校排名 是非常相关的 就是还有一些家庭 比较穷的家庭 住在地铁边上的学生 他们送到了好的学校去 但是他们可能会 就是不是特别特别好的同学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到了这一点 好吗 谢谢哈 是家说的 请问 Deal Planned Intervention是什么 Deal Planned 报名的时候 好多学校都有看到 有必要吗 这个是Diana 你这个问题 我不是特别很明白 我看看啊 这个 我没太注意这个 你说的这个 这个Deal Planned Intervention 干预计划 是什么 你你能够 包括学校 看到 好多学校都看到 是在什么情况下看到 在他要求你什么没有 你那个方便的话 待会那个 让齐老师给Diana 放开那个喇叭 让他来问一下 我现在看下面一个 请问母语不是英语的孩子 可以上蒙特尔的英语私校吗 可以 英语私校你是移民的话 你只有三个学校 男孩 女孩有现在加了一个study 四个学校 当然现在 可能男孩加了 有新加了一个 这个西山的一个那个 一下丢了这个名字了 一个男校 现在他们也变成可以 就是变向移民了 就是不拿政府的资助了 他就可以移民上 但是你只要是移民 那么有政府资助的 任何学校你都不能上 哪怕是英语私校 但是你不受你语言的限制 你是法语的 英语母语的 你都可以上私校 只要你移民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WIC学校怎么样 这个学校我有一段时间很困惑 很多地方宣传他说是全省最好的学校 我说从来没有过呀 西岛最好的学校 我说也没有过呀 应该夏勒曼呢 最早1998年夏勒曼是全省第一的 但是他这个学校这几年 确实他有阴影部和法语部 他这几年确实在上来了 而且他有他的特色 我也有学生去了 也挺喜欢 我那学生已经中学毕业了 最近我还跟他妈妈稍微沟通了一下 因为我没有微信嘛 学校还不错 因为各个学校 其实在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 都觉得自己的母校不错 这个学校应该现在也还可以吧 但是西岛有很多学校可以选择 谢谢 然后我的孩子 这个下面再说 赵校长感谢你的精彩的讲座 辛苦了 我家女儿属于小聪明 不用工的孩子 不够踏实 虽然现在成绩还可以耽误 担心他后进不足 不敢选他好学 又怕耽误了他 这种情况需要哪个学校 需要更合适他 假如是这种情况呢 不是那种学霸型的话呢 你回避一下 我刚才说的两类嘛 最顶尖的学校有两类 一类 什么夏勒曼 这些学校你要去真的不行 但是你其他的也是顶尖学校 圣路易这些国际中学 你可能也难 因为那些都是学霸 但是也是很好的学校 排名十名左右 十名以内二十名以内的 圣诞啊 这个 Regina Penso Sonoma Hea Notes Dime Dufus Shea Bubba现在好像抓得很紧很紧 那是Coreston Mathelin 这些学校你可以让孩子考虑 女孩的话 你愿意Penso Sonoma Hea 也可以上女校 但是我假如说 他成绩还可以的话 不要轻易地选那些 太低的学校 因为五年以后 他毕竟自己肚子里的知识还是少 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我一个学生姓楼 当年他现在是我最早的 他是2005年的一批学生 他现在已经很大很大了 像我在2005年的一些学生 现在说到有些孩子都抱在手里头 一个两个了 那这个学生呢 当年就是成绩不是考得很好 他考上了Maria 后来考上Maria 说实话 他头一个学期是一直哭的 跟不上 但是当时他是二十名的学校啊 到Maria还是觉得太累 然后到第二学期 这孩子就是不服输的 第二学期开始就起来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这样 就是说假如这孩子真正以后 要走一流的学校的话 还是尽量选择稍微多学一点的学校 或者你肚子里五年肚子里东西少 你到了下一步上上大学 一科大学还是很累的 赵老师能介绍一些英语学校吗 特别是Loyal Best 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8点16了 很多有家长有些孩子可能慢慢 我再多对待会儿我再抓紧一点吧 我家还是要考英语学校 英语学校Loyal Best 现在排名已经从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48名37名 现在到10名左右 这个学校呢 考的人非常多 大概有一两千个学校 那时候要参观的时候 都是围着你三层外三层的 但他报的学校有限 而且他有一个特定的要求 他要他有包括像study 包括有些现在英语的一些学校 包括LCC 那些英语学校都是有几门课呀 像历史数学科学是用法语上的 所以你到考上Loyal Best 并不容易 英才的学生能考上 而且是不用面试 因为他面试是 就先录一批找鸟 然后就是 假如还有一百个名额 他收两百个面试淘汰一半 我的学生好都不用面试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学生都同时把法语抓上来了 他们在英语小学 法语也梗瓜懒熟 他们的法语 在六年级的时候 至少他就五年级的法语 法语的话 他至少 不五年级的英语的话 他至少法语能够在 四年级的法语这么高 也就是说 比法语学校学生 也就最多差一个年级左右 最多了 所以他们的法语也很好 然后他们考Loyal Best 稳扎稳打 但是你假如没有法语的话 你考上了都是很难 我有个学生法语差一点 一个男孩 后来真的一直要在我这 补 因为他的法语一直上不去 你知道英语直接 直接用法语上课呀 你就受不了 所以 但这个学校肯定是一流的学校 没什么说的 而且是公校 学家脑袋要去的 你好 赵校长我想问一下 这个再说 西岛西南区有什么好学校 蒙特尔西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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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边的话 你往西走 就往圣岸 你从这个 联络过后 往圣岸 往圣路里那边走 往城里头 你可以到 布尔伯夫 当然你最近的是 科里基摩海亚 因为就在阿托特地铁 然后你在布尔马里亚 成绩比较弱的话 然后你好的话 你可以布尔伯夫 喷双双双的马币 往东的华江尔的 这些都可以考虑 但是西南区本身没有特别好的学校 校长你好 这个再说 校长你好 校长分析一下谁 分析一下 这个再说 知道了 多谢你 个别学生的 我现在可能可以回到 我住在鹦鹉岛想报西岛的私校 鹦鹉岛的学生一般都是报 夏洛曼比较方便 因为你们过来 其实就十来分钟 所以很多学生都是尽量去报 夏洛曼 夏洛曼你们不要认为太难考 因为夏洛曼 真正中学想靠夏洛曼的 都已经在私校夏洛曼小学了 所以呢 他某年放出来二十到三十个学生吧 基本上就那一片的学生 也就是说在40号往北 DDO往西的那一片学生为主 所以你鹦鹉岛考应该还是有希望 英才学生某年还能考十几个 应该问题不大 李萧然 回头再说 张忠词 don't need 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个别的学生 我下面就掌握一下 报名的时候有这一项 我答案了什么意思 报名有个什么项 报名 你答案了这个问题 能不能就说 你do a planned intervention 你问问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家有English 假如说你可以上英语学校的话 你可以走英语学校 你可以上英语公立私立都可以 但是假如说你现在是法语学校的话 我建议上法语 因为你我写过文章的 在魁北克你能够把法语学好 也许你以后用不着多少 但是也可能你的法语 让你的孩子的工资多增加50% 都有可能 因为你出了 你到了美国去 到了安省去 到了BC省去 你是华人会法语 你会英语 你还有什么特长 我的学生说我还会法语 这就是他的特殊的地方 所以更不用说假如你留在魁省的话 尽量的能够把法语也能抓起来 不是坏事 其实当年我的儿女都可以转英语 因为我20多年前来的时候 只要孩子在英语学过一年 第二年开始全部可以进入公里 而且所有弟弟妹妹全家都可以 我当时一个非常朴素的概念就是 我为什么要逆着形势来呢 所以我让孩子走到法语学校 但是他们现在我刚才说了 他们都是百零狗的 他们在进马亮亮市里 他们英语都是拿到百零狗证书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特别是西岛的 英语环境特别好 不用太担心 当然你选择好的英语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好的 Loyala High School怎么样 刚才已经讲过 Loyala High School 那是一个私校 是男子私校 他你就是留学生的话 你当然可以选他 移民你没有资格 Loyala High School 能介绍一下西山国际中学吗 这个大概已经介绍了一些了 西山国际中学 总的来说都是很多优秀的学生 但也有一些家庭背景稍微弱一点的学生 西山跟其他国际中学类似 都是很要靠自觉 而不是靠管理 就是说私校 我是不自觉的学生最好送私校 自觉一点的学生送哪个学校 私校功效度可以 国际中学也可以 国际中学现在能省个2万人民币 当然你就掂量一下 你是不是一定需要 那么国际中学 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他们平均分也还比较高 我跟你说就千禧年那个千禧 一个学生200块钱 我的很多西山的国际中学学生得到 麻烦介绍一下帕斯特 帕斯特是一个阿美尼亚的那个学校 而不是管理层 这个学校总的来说小学部 我们华人去了不少 中学部总的来说不太多 因为排在前面的太多了 另外毕竟呢就是多元文化 我们还是要考虑 但是他现在排名 他曾经排过第一 在16年还是17年 然后呢是一只黑马 然后这两年又相对稳定的下来一些 但是还是在前面 因为他们抓的还是比较严的 中学呢 因为前面的太多了 假如说没有选择 那你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也是答案那些 好吧 比如说成绩不是太累 但是 那你就比如说在羊儿的国际中学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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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再用它包包底吧 什么的 need what school to get in for school which don't need exam 一般来说至少要75分左右吧 当然你70分 但是你主要其实看法语 我们很多家人说 哎呀我这个数学95分呢 就是法语差一点 这差一点就亏在这上面 因为我正更看重的是法语 而不是数学 所以法语假如说确实要低的话 他中学学习起来还是难的 说明他学习方法有问题 所以一般的像你像南岸的话呢 至少是70分才能进他的满班 那么像Nordidam要75分 你把这个范围吧 70到75以上 plan ok 那可能就是难吧 哦 对 现在有个人 Diana有人回答 说plan invitation 现在网上报名有这项 正常情况下还是都是选难 我就是说这个干预计划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干预什么 你想这个有些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能解释 就是我那个双胞态网球孩子 他就选择了 Persona 他有Felix这个项目 也就是说你可以继续 呃 除了主客以外 你都可以继续去打网球 我别的个冲突了 我让步 那么你这种呢就是 其实就是说他假如是这个属于intervention的话 啊 那么他们 Persona Persona 就给了一个条件 那其他学校很多就不行 那你就你就只能放弃一部分 嗯 请问国际中学比生路易 听说管的不严 请问国际中学比路生路易 听说管的不严 管的不严 学习全民自治学 对的 基本上是这样 也不能说管的不严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法律啊 你知道 呃 我们有时候为了孩子好 我们会 比如说看到这孩子要闯 就是跑到红灯了 你会 听命骂一下 我记得前些年有过一个事故 说有个学生就忍无可忍 只追了几百米 差点就闯过红灯了 他就啪啦打了一个巴掌这个孩子 最后 在那个阳台上乘量的人立即告诉警察 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大事儿 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难说 但这个法律来说是不容许的 还不只是打打是肯定百分之百不容易 但是就是骂 有时候也是不理 所以公立中学呢就是不想惹法律 所以呢 你自觉吧 不自觉那我们就不管了 但是私校呢 我不管了 你没人来了 比如说我英才我要不好好管的话 我不是那个有些学生 我倒不应该说非得我骂他们 但是我不是要一定的要求的话 英才其实是一种古历史教育 你看我们老师颁奖啊 给一些奖品什么 都是为了古历史教育 但是我们还是要一定的红绿灯的红线 私校他就得做 因为我英才不做 你们就觉得是英才 这校长整天就在玩儿钓鱼玩儿呢 你看他都不在学校里头 不像说 我天天都不看到校长在学校里头 那你感觉会不一样的 你包括那个 我就是学生不信 我就留下来 我让他那个惩罚 让他给我抄卷子 家长都支持 说校长你也都给我减一条 我说不懂他 你说的他一定听 确实听 那私校呢 可能会抓的紧一点 所以我刚才这个问题 其实回答过了 假如你的孩子 不太会控制自己的话 最好送私校 他完全有自律性的 那公校私校都一样 孩子不上言辞 理工型男 牛校会不会合适 其实男校培养了很多 不上言辞 理工型男 这个我现在很多这个 牛校的学生 其实就都是这个类型 我还有时候现在在 在鼓励他们走出去 因为他们太太太那个 不太那个了 不太延迟了 好现在八点半了 我现在转到 我从最上面开始 对不起 有些有些有些 发的早一些 有些晚一点 大家辛苦一下 我今天不把大家赶出去了 为什么呢 应该来说呢 学生的成绩是不给看的 但是呢 你们现在能看到 一两个学生 不多 反正你也看不了几个